很多人练习太极拳很刻苦 反而长功力比较慢 有的甚至呢 造成了身体的损伤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太极飞飞 那是因为你在练习太极拳招中呢 造成了一个四 过 听说太极拳是意念拳 就要自己的刻意的去加这个意念 那么又听说 太极拳讲究的是逆浮湿的呼吸 那么在练习太极拳套路当中 又是每做一个动作就想 我该吸呢 我还是该呼呢 这样呢会造成第一身体的痣 第二呢造成努气憋气 会造成身体的损伤 还有一些太极拳的老师呢 为了展示他的功夫有多高 那么就练一些外加的东西 比如呢 有石锁呢 沙袋呢 展示自己的功夫 那么我们内加拳讲究的是不随机 那么你练的是肢体又是随机 我们内加拳练的是让肌肉的放松 那么你通过练外加东西 那么你练成了一个贱的肉 这样呢和内加东西又是恰恰相反的 所以说呢也会造成身体不必要的损伤 这都是违背我们传统内加拳的权力 权论的 那么我们在练习太拳中呢 简单一点 不要想那么多 第一要义 你是要把身法练到身上 那么比如呢 这是上下矛盾装 你通过上下矛盾装 那么我练的是身法 我练的是体顶要当 我练的是含胸拔背 我练的是松紧 我练的是开合 那么我练的是蓄力是发力 我练的是呼吸 通过这一式装功 把咱们太拳的身法练到身上 那么你在打太拳套路当中 就不用我去想呢 你在做每个动作当中 都是水到渠成 那么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看我还想吗 我不想 我该吸吸 我该呼呼 比如这个动作呢 就是三吸加一呼 所以说咱们学习 那家的东西呢 一定要从装功学习 那么把基础打牢固了 你的身体具备了 咱们太拟拳所要求的 拳架的结构 正时候你再练去太拳 不但养生 而且出宫快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许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 太拟拳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